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的讨论 观众朋友 新冠疫情爆发 武汉作为发源地成为全世界关注的中心 史无前例的武汉大封城 更让武汉的悲情画面成为这场瘟疫的面孔 空无一人的街道 人满为患的医院 军营一般的隔离设施 但是在这些画面背后 多少有温度的武汉故事被忽略了 今天我们就和一位土生土长的武汉作家 胡法云先生对话 请他来谈谈武汉人和武汉疫情 以及大封城为武汉人带来的伤痛和影响 胡法云先生 欢迎您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 胡法云先生 我想在节目开始之前 能不能请您先简单的给我们观众介绍一下 您自己和这个武汉的渊源 谢谢您先给我这样一次机会 来谈谈我和我的武汉 谈谈我最近这段时间日夜牵挂的这些武汉的朋友们 亲人们 还有同在一个城市里面生活的这些市民们 我们胡家在武汉有400多年的居住史 我们祖先原籍江西 400多年以前在那一次全国的大迁徙 也就是古广田四川的这个社会迁移中 来到了长江河汉水交汇的这块土地上 我们的先人爱上了这块土地 所以决定不到四川去了 就在长江河汉水交界的那块宝地 也就是现在军人门 吉家嘴这么一片土地上定居了 400多年以来我们可能最早的那个先人 他繁衍下来的后代不知道有多少人了 我估计应该是数以万计或者是数以千计 仅我所知道的我们胡家从我的曾祖开始 到现在的五福之内的这种亲戚 估计是要以100来计算 要100 200 好的 我自己就是在这个地方生活了70年的人 所以今年第一次因为这个疫情没有回家过年 好的 您自己刚才听到和这个武汉的疫情擦身而过 但是您是来自一个在武汉几百年的这个家族 那么您的根是深深地扎在武汉 在这儿生活了那么长时间 我想听听您就是说在这个疫情爆发以后 您的家人和朋友的情况怎么样 您对这个整个疫情爆发以后 这个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印象最深刻的是 开始以为是少数不幸者的这种事件 后来才发现 它是关乎于武汉的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了 包括健康人的生活 包括健康人的这种心理 都受到了这一次疫情的重大的打击 这是武汉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一次对武汉的打击 所以你们为这个题目取了一个名字叫城市之商 应该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也非常令人心痛的这样的一个字眼 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故事或者例子跟我们观众介绍一下 例子就太多了 从开始的爆发一直到现在 我先说最近的消息吧 今天的消息就是我的母校武汉大学 我非常尊敬的武汉大学的教育家 教育改革当中的最优秀的校长刘刀宇先生 他的儿子给我发来的信息 说他们住的那栋楼今天上午 就是中国事件今天上午封楼了 武大到现在为止 教职员工封楼的户数已经有70多栋 也有死亡的 也有重症的 他们所以封楼是因为这一栋楼里面发现了有疑似的 或者说是有死亡的 或者是有确诊的 都要进入封楼的名单 刘校长今年87岁 身体很不好 所以他在这个封楼当中能不能够扛得过这一次瘟疫 我们所有的武大的学子都很交心 更早的我想说一下 我最早听到的第一个死亡的噩耗 是武汉市一个非常著名的环保人士 他是中国自然之友协会 在武汉峰会的一个负责人 他的名字叫徐大鹏 他多年以来可能有二三十年了吧 他一直致力于中国的环境的保护教育和动物的保护教育 他在全国各地做了很多次培训班 关于环境 关于动物保护 最远的南到西双版纳 西北到了新疆 他培训了七百多个校长和老师 让他们回去开办对于学生的环境保护的这样的活动的训练班 2002年还是2003年 中国自然之友的创始人梁启超先生的孙子到武汉来 我陪同他观光游览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识了徐大鹏 没想到一个后半生都致力于环境和动物保护的人 最后死在这样一场瘟疫当中 他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我的朋友当中去世的 他是1月14号软病去世 胡帆云先生我们知道确实是您刚才提到 是您自己认识的这个人 那么我们知道武汉封城以后 这个医疗公共体制不堪重负 濒临崩溃的这个报道很多 那么我想除了您了解的个人情况 我想让您就是从一个比较大的面来谈谈 在人道方面就是人道灾难 或者是其他社会层面的这些更大层面的影响 再谈谈大面上的情况 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人道的灾难 首先从这次患病的这个面积 总人数 死亡的人数谈起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我们听到的 报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信息 和我们所了解到的这种实际的这样的状况的总综合 当中有很大的差距 应该说实际的数字要远远的大得多 这个是一个卫生的灾难 一个瘟疫的灾难 我觉得它还有很多次生的灾难 这个次生的灾难就是这个心理上的 伦理上的 还有动物关爱上的 这一系列的灾难都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来 这样的灾难它比一个人的去世 在某种意义上 它会对人类 对社会 对武汉市市民 这样的打击 这样的刺痛要久远的多 他们带着这样的一种伤痛 哪怕是以后瘟疫控制住了 这个社会重归平静 而这次留下的人来的这种心理上的灾难 还有家庭遭受这种无望之灾以后的 这个伦理上的灾难 我想可能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不知能否让它平复 您刚才说到这个伦理上的和这个人道上 还有甚至动物上 我想请您能不能举一两个小的例子 来跟我们说说您是什么意思 再说到这个次生的灾难方面 伦理灾难就是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伦理的这样的一个社会 武汉市这个方面又是有特别的强烈 生了病 要有亲人照顾 人去世了 要有一系列的仪式 让他们觉得这个人活得有尊严 死得很安详 死得很有仪式感 而且那个家庭的成员 也都觉得自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进到了一个子女后代的孝导 朋友 街坊 邻居 同事 也在对他的这种追思当中 获得了一种送走一个慰藉 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多少年以来 我们人类社会 我们武汉市民不可缺少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突然之间就在 这个人被救护车拉着呼啸而去 然后从此就见不到他了 他最后在需要亲人的时候 孤独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或者被推到冰凉的太平间的时候 他的那种感受 他需要什么东西 家人全都不得而知 这样的一种伤痛可以说是追星刺骨的 您刚才提到动物方面 那么您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动物方面的人道关怀或者是动物权益等等 我就举一个例子吧 也是这两天才刚刚发生的事情 我的音信当中有一个 有一个我们叫表哥吧 他在年初七的时候 因为和一帮同学在一块聚餐 然后染上了这个新冠病毒 他和他太太同时住进医院 然后在7号那一天到现在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他就去世了 因为这个当中还有很多物诊 还有很多转院 去世了以后 他太太现在也是重症被关闭起来 他原来还有一个妹妹 这个妹妹是我们这边一个大医院的医生 是一个门诊部的负责人 也在这一个抢救病人当中自己患上了 他们家的这一个成年人 全部都失去了这个和外界联系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而且这两个 一个太太一个妹妹 两个现在都在重症监护室里面 不知道能不能活着走出来 反正我们每天在跟他们打听消息 为他们祈祷 突然他的一个亲戚跟我说到了 他们是住在军区干修所 是一个独栋房子 也封闭了 他说他们家养了一个狗还留在家里的 他这个亲戚就说我在外地 我也不能去也不能进 不知道这条狗是否还活着 那就说这条狗他最后的命运很可能就是 在这一个空无一人的房间里面 最后他等着他都饿死了这个命运 我就想起来我前些年看到了一个狗的照片 他是被一个铁链子拴在一个小院子的角落里面 等人家发现他的时候 他已经成了只有皮和骨头的一个标本 那么这个狗是不是也会成为一个标本呢 所以这样的事情 他带来的心理上的这样的一种伤痛 有的时候可能比一个人去世 还要更让人揪心 因为他没有办法自救 对 胡发云先生 我们知道在我们节目以前我们聊天 您说到这个武汉 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市民阶层 和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 那么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 这些人是被您称为所谓岁月静好派 很多年来也授予于中国的经济发展 虽然武汉也是一个很富裕的一个工业城市 但是就是在这样强大的国力 在武汉这样富裕的城市面对灾情 我们看到显得如此的无力和无助 在这个整个政府的动作 还有这个社会的运作 公共设施的服务等等 您觉得这样的一个现实 对这个岁月静好派这个人群 是不是形成一种很大的心理冲击 或者是一种一种怎么说呢 这种印象的破灭 听听您的看法 我原来说过的这种市民阶层 和一批中产阶级 和今天的岁月静好派还不太一样 我说的它基本上是指在49年以前 这个社会还有巨大空间的时候 这个市民阶层 武汉的市民阶层是非常发达的 武汉的知识分子也是非常独立的 因为当时那种社会制度 它给这一批人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一个是他们在经济上是独立的 第二个他们在政治上不依附和隶属于哪个组织 所以当年的武汉的市民可以说90%以上 都活在这样一种自由状态下 不管是贫困不管是还是富裕 不管是刘洋归来的这种博士 还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码头工人 他们有自己很大的空间 这个市民社会呢 它已经发展出了非常成熟的一个社会的序列 在武汉市当时民国政府的这个政党也好 政府也好 它的这个管辖就到区一起 一个区也就是一个区党部 一个区党部可能就十几个人 然后所有的学校商店工厂一些小企业 包括那个洋人的一些洋行啊 轮船公司啊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公司啊 大的商场啊 它都是独立的 所以他们有行业工会 有商会 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民间自发的组织 有善堂来收养那些无家可归的 或者是被丈夫遗弃的这样的妇女 有育养堂来收养那些 在各种各样的灾难当中 变成孤儿的孩子 还有一些免费的或者是低廉的学校 就社会有很大一个自主的空间 自主运作的空间当时 对 当时的政府几乎 你可以停摆半年一年 对武汉市来说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民间甚至都有自己的救火队 很多商会很多那种街道 都有自己的救火队 这种救火队我今天在欧洲还看得到 在很多城市和乡村都有 他平时是一个普通的工人 或者是一个普通的职员 但是他报名参加了这一个 这种义务救火队以后 他要进行各种各样的训练 但是49年以后 这样的自主能力消失了 您的说法是 对 现在的社会 几乎没有这种自主的能力 如果说有一些自主的行为的话 很可能还会被官方盯着 所以最近这些年包括 我刚才说的徐大鹏的那种 环境保护的NGO 还有一些自救的一些自主的 猫狗的爱护的行为 基本上都已经不存在了 那么这种不存在 对这次疫情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您观察到直接的后果 不存在就是大家六神无主 因为原来的那些自主组 街坊 邻里 同事 这种同学 互相之间都知道 谁家出了什么问题 马上就会有非常有效的 非常及时的一种救助 这种救助除了经济上的 财务上的 还有一种 就是这个社会人际关系上的 这样的一种慰藉和一种保障 那么那个时候的人 他不会说自己孤苦无告的 在一个房间里面等死 或者等着街区小区 或者街道的人跟自己送菜 那么这个事情很多就是 邻里之间就给你解决了 对 说到这个武汉人的 武汉市民这个特色和历史 那么胡法云先生 我们在节目前聊到这个武汉的历史和文化 您当时提到 从上个世纪的辛亥革命 到抗日战争 武汉人都是一个非常有血性的群体 那么武汉人是非常有自己的个人特点 也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城市 您刚才谈到 但是您觉得在中共执政以后呢 就是这种血性和活力消失了 而这种消失的又和今天这个武汉 经历的这个灾难有密切的关系 我想听听您为什么这样说 当时的这种血性就是个人的这种自由 个人的权利是和血性有关的 你吃的喝的用的我不靠谁 我才有这个本钱来血性 知识分子敢说话 我不怕你开除 因为我从你这个学校出来了 马上我会到另外一个学校去 我实在没有办法呢 我还可以到报馆去当个牌子工人 当个教队 当个编辑记者 或者是收几个学生 在家里开个小私书 那么这样的一种状态下 它是保障了它的那个血性的 这种物质的基础 还有一个 这种血性它是一种社团性的 它不是一个人的孤身的奋战 这个血性的表达 它会得到这个社团 街坊 邻里 工会 商会 他们的认可 所以武汉所以能够打响 辛亥革命第一枪 这样表现了武汉人的血性 是因为他们人和人之间 是有一种这种社会性的连接 而我们现在人都是一个被原子化了 每一个人就是孤立林的一个 永远只是属于这一个网格当中的一个杀利 你对这个网格完全不熟悉 而且只受管束 那么这样的时候 谁表现出血性来了 谁就会作为一个烈士无谓的倒下 因为这次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武汉人 还是表现出了血性 但是他们最后的这种下场 我想如果不是出现很大的变化的话 会很悲惨 所以我们知道血性是要靠民众共同来推举的 共同来认可的 如果民众表现出冷漠 所有有血性的人最后都会感到悲凉 对我想再从一个中国更大层面来看武汉的灾情 我们知道由于信息的不透明和民众之间相互的不信任 那么中国的疫情灾难 往往会出现受害者被污名化的情况 像以前的麻风病到后来的SARS 到后来的艾滋到今天的新冠病毒 我们看到疫情爆发以后 武汉人被排斥或者无家可归的消息比比皆是 我们也听到很多来自武汉的求助的声音 您觉得这场疫情如何从深层影响了武汉人的心理和感情 尤其是我想从中国对弱势群体的关怀 这个文化特征和群体特征来听听您的看法 这个也是一个很悲痛的问题 因为武汉人原来它的中法制度下的这种社群组织 它让很多人之间把这一个和他人的关系看得很重 而现在这样的一种关系已经失去了 它只有人和单位的关系 所以当一个人造成了对另外一个人有某种威胁的时候 这种市民之间的温情早就不存在了 它只存在一个利害关系 因为你是有病的 所以你要从我们这个门洞里边滚出去 要不然你会承软我们 而这个在原来的一个街区或者一个社团当中 或者一个正常的伦理社会当中 没有人敢这么做的 因为敢这么做的人就会遭到唾骂 很多人就会给他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那一个得病的人也会考虑自己 会不会传染别人这样一种利害关系 所以原来有的这样的一套社会之间的这种人伦关系 现在已经荡然无存 那么他们把一个患病的人 当作瘟神来看 也就是一个趋利避害的必然 而得病的人 在别人眼里 他是一个灾难 他是一个可耻的人 他货病的人自己 他也觉得自己是个可耻的 自己是个说不出口的 自己是一个很丢人的 得了这么一个病 别人都嫌弃 最后他自己也会嫌弃自己 没有谁把得病 当作人生当中一个正常的状态 胡法云先生 十多年前您创作了中国唯一一部 有关SARS疫情的长篇小说 但是被中国当局查尽 我想听听看 当时是什么触动您写的这本书 因为十几年后的今天 您的家乡再度爆发疫情 您从这两场疫情 当年的SARS疫情 和今天的这个新冠疫情 看到什么相似之处 又有什么不同之处 想听听您的看法 最近这一两个月以来 不断的有人在跟我提起如烟 不管是在微博上 微信上 还是通过邮件 通过其他的媒体告诉我 他说当年读你的如烟的时候 还没有想到它会再发生一次 他说如果当时我们都把这本书读懂了 当局也把它读懂了 那么今天的这一个新冠肺炎是否可以避免 或者起码是可以减弱他的这样的肆虐的范围 这个当时我写这本书 实际上我不光是看到了SARS的问题 我后来多次说过 我知道SARS是一个天灾 天灾的背后都是人祸 当时对于SARS的处理 和今天我们对于新冠肺炎的处理 手法是一模一样 开始出现疫情 竭力隐瞒 打压舆论 封锁网络 而且对有些人进行惩处 然后到爆发 到控制不住 然后就是一片混乱 最后等老天爷发了善心 这场危疫过去了 我这里可以说 这和人的这种社会的救援 政府的救援没有太大关系 它是一次来了而去的 这一个自然过程 然后他们又开始开庆功会 开始开表彰会 而那些死去的人就永远死去了 而谁都不知道在武汉市 SARS死了多少人 他们的家庭状况怎么样 他们该不该被我们弃止 我在欧洲四处走动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最激动人心的 震撼人心的建筑 就是多少年以来 不断建筑的这一种黑死病的纪念碑 那么欧洲的人 他的黑死病的纪念碑 不是我们中国的英雄纪念碑 他是受难者的纪念碑 他在提醒的一代又一代的人 我们曾经遭受过这样的一种灾难 我们曾经违背过这一种天理也好 或者常识也好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这种支持也好 让我们受到了这样的惩罚 我们因此而在考虑这样的问题 我们原来那种生活方式 那种人际关系 那种社会制度 那种宗教信仰 它是否具有永久的天然的合理性 我们如何从黑死病的这样的一个惨剧当中 我们获得一种进步的力量 然后我们看到了欧洲 后来发展出了新教 发展出了文艺复兴 发展出了现代的工业 发展出了现代的科学 现代的医学 那么他的一场黑死病 他们获得了这么多的教训和教义 最后让欧洲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而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在这个灾难当中 我们能够获得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民众 特别是我们的知识分子 要好好地思考的 要不然一批一批死去的人 都像蝼蚁一样 在这个烟尘当中消散了 好的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不得不结束这部分的讨论了 非常感谢武汉作家胡法云先生 和我们对话 探讨对武汉肺炎疫情的观察 观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要谈谈病例暴增 高官落马 能否撼动中国的官场文化 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